我们看第三个异页 前面是牲口 牲口当然是共于五届的 这个异页就不共于五届了 我们看看它的内涵 天成时善业之异页 这个异页的调服有三个 第一个调服贪欲 第二个调服称慧 第三个调服斜剑 天人的果报在阴地 他一定是一个烦恼非常轻薄的 有德心的修行者 从贪欲的角度 他的断是断除隐取 就是贪取这种无厌足的恶行 他修 修不静观 观察色生相畏触法六尘 都是欺狂不识 都是不干净的 不静观 我们到了声闻城会有一个主题 专门讲不静观 到时候再详细说明 不要说出离生死 从欲界要到色界 这个关键在不静观 就是要调服贪欲了 到了出离道 解脱道 也就是说 安乐道到解脱道 贪欲的烦恼是关键 它是一个判定指标 就是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从安乐道转成解脱道 贪欲要轻薄 这是唯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到了下一个主题解脱道的时候 会把它当一个重点来详细说明 第九不称慧 指善 就是指愤怒的恶行 修善 修慈悲忍辱的善行 这个不称慧 我们解释一下 称慧心 有两种人 一种是放异的 动不动就发脾气 这个我们就不谈 第二种人 要谈的是第二种人 在为时学对质的 是修行者的称慧 修行者的称慧是哪里呢 因为修行者本身有很高的自我要求 他对道理了解得多 但是他往往会把所知道的道理 这个镜子 除了照自己 也照别人 就造成我像 人像的对立 这个就是在为时学 主要对质的是修行者的称慧 一般脾气特别大的人 个性都比较清高 你注意看 放异的人不敢有脾气 因为他本身放异 也没什么资良 一般来说 很努力修行的人 资良力够又特别清高 烦恼欲望淡薄的人 他就容易发脾气 看谁就是 你们这些人都是放异的境界 那么怎么办呢 佛陀告诉我们修自他交换 就是说 你要观想人跟人之间 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有他的业力 这个业力变现成果报的时候 都有他的位置 有他的定位 你是做母亲的 你是做媳妇的 你是做儿子的 再一个家庭就有定位了 这是过去的业力 你们相逢就是有缘 那么各种的缘结合在一起 就有这个因缘出现 那怎么办呢 做母亲的 遇到子女跟媳妇 你要想 其实他讲一句话 触脑你 他不是故意要触脑你 因为每一个人都想离苦得乐 他只是站在他的位置 认为这样子做 对他是能够离苦得乐 他想离苦得乐这种心态 你不能苛求 因为我们也想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同理心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 只是想要追求快乐 如此而已 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他的位置 我们也可能会讲出同样的话 做出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离苦得乐 所以离苦得乐此心童 大家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相互的作用 每一个人都想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没有比别人高多少 只是我们站在这个角度 扮演一个长辈的角色 如此而已 我们今天如果是换做他 也可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 说出同样的话 所以自他交换就是说 消除人我的对立 人跟人最可怕 就是你用你的妄想 捏造出对立的我像 人像 你假设他想伤害你 你假设他是冲着你来 你自己假设的 那就糟糕了 你只要把我像 人像拿掉 你会发觉人跟人之间 只是诸法一元生 如此而已 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色 每个人追求各自的快乐 如此而已 没有对立像 所以这个字他交换 佛陀大智慧就是说 你只要把人跟人之间的 对立拿掉 他不是冲着你来的 他只是想要追求快乐 这一点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样子 你的脾气就发不起来 他只是想追求快乐 这个是合理的 好 这是佛陀开的调符称心的一个法要 第十 不邪见 这个邪见 主要只剥无因果 能够辟信 就是说错误的去相信无因原论跟谐音原论的这种恶行 他应该怎么办呢 行正信 归心正道 生智慧之善行 这个识善业的正道 也就是因果的道理 识善业还没有空正见 所以这个正道就是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 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 再识善业 这就是他的正道 这就是说错误的这种恶行 这就是说错误的这种恶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